3,2,1,Action! 大家好,我是SENHAU,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买了MacBook Pro 过后,还要买的另外一样东西 而且是一定要买的东西 请让我打一个小广告 SENHAU TV 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不想错过这方面的资讯的话 那就赶快订阅SENHAU TV 然后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的影片发布的通知 那什么东西是一定要买的呢? 就是这个 这是USB Type-C 的一个Converter 我们都知道这个最新的MacBook Pro的设计呢 就是以轻、薄、十善作为它们的主轴 所以呢,以前的那些USB Port LAN Cable Port Card Reader 这些通通都不见了 取得带着的就是这个USB Type-C的Port 而且呢,还有四个 怕死没真知道这样 可是这个USB Port Type-C呢 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就只有MacBook 自己可以用来charge电罢了 而通常share文件呢 都是用Hardisk或者是Pandrive 所以这个Hardisk和Pandrive呢 它用的都是普通的USB Port 它并不支持Type-C 所以这个Converter呢,就非常实用 可是如果你并不是一个超级粉丝的话呢 那么我会推荐你online买这个东西会比较便宜 因为在Apple Store 只是只有一个USB口的话呢 在马来西亚我看到的是要价要80块左右 而我这个online买的呢 才60多块马币 换去USD的话呢,差不多才15块美金 所以是省了蛮多钱啦,我觉得 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是因为它有两个普通的Port 跟一个Fast Transfer的Port 还有一个HTMI的Port Presentation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是用HTMI来Present 当然关于这个产品的链接呢 你可以上网自己找 它叫Ergreen 如果你懒惰找的话呢 我就在我的Description那边 放下这个链接 你可以点击去看参考一下 好啦,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就给个Like吧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你觉得这个东西值得买吗 或者是你有更好的东西 那么留言在下面跟我分享 那么我是色浩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